在茫茫太行山里有一片别致的建筑群 设计精美,中西河壁 历经百年风雨,却依然精致 这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是在河北施加庄 在我身后就是段佳楼 其实在几年之前我们是来过段佳楼的 那个时候段佳楼不要门票 但是当时它还是在开发当中 现在的段佳楼是已经进行完了保护性的修复 我们也可以进到它的这些建筑里面 去看一看里面的布局 今天咱们就一块进去转一转 段佳楼是民国时期号称北洋之虎的段祺瑞修建的 在走进段佳楼之前 我们应该对段祺瑞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在1916年到1920年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的实际掌权者 可以说在那个时期 他是权倾天下的 虽然曾经一手策划过镇压学生运动的惨案 但是在1931年后 面对日本人的拉拢 言辞拒绝 在民族大义上还是可圈可点的 段佳楼的建造离不开不远处的正风煤矿 在1912年的时候 段祺瑞应邀入股半矿 在这之后 他又吸收了阎西山 乌林森等十余位军阀身上入股 成立了正风煤矿股份公司 正风煤矿也是当时河北地界上最大的煤矿 产煤量高 而且优质 备受重视 到了1913年 段祺瑞就开始建造段佳楼群了 从高空俯瞰 段佳楼正好处在一片台地之上 地势开阔 位置极佳 它的四周 地下都是煤矿 唯独在楼群下面没有矿 西以云凤山 东林 棉河水 豪宅坐西朝东 背山面水 可见在悬址上就下了一番功夫 段佳楼的正门是用青石加工而成 它是一种德式的莲花造型 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 和古朴 典雅 苍进的青石围墙 浑然一体 现在的段佳楼呢 是30块钱一个人 我们现在已经买完票进来了 在我们面前呢 就是段佳楼的小姐楼 段祺瑞早年间是在德国留学 对德国的生活方式呢 非常有好感 在建造段佳楼的时候 是惊他受益 整个的楼群 以突出德国风格为主 再配以中国古典建筑艺术 建筑材料 大部分是从德国进口的 国内的材料 也都是好中选优 小姐楼分为上下两层 一楼是由五孔高大的远拱门组成 弧形突出 精巧别致 二楼四面回廊环抱 风韵别致 第一眼看上去 这个小姐楼呢 会给人一种非常古朴 天雅的感觉 它的这些门窗啊 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们眼前的这个壁炉呢 它是汉白玉的 雕刻的也是非常精致 坐在这个小阳台上 喝一杯咖啡 透过窗户呢 我们还能够看到 对面的办公楼 上到二楼之后 这还有一个阁楼的入口 曾经是不是也能上去 小姐楼算是 段家楼里面的主要建筑之一 我们通过它的规模 包括建筑后面 还带有自己的花园 这些种种的细节来看 当时段祺瑞对他的女儿 还是非常的重视 从小姐楼出来之后 我们穿过这个葡萄架长廊 就可以来到办公楼了 也是段家楼的主体建筑之一 我们现在看到的葡萄架长廊 上面是什么都没有 在夏天的时候 它会是非常的枝繁叶茂 整个这条走廊 全部都是阴凉 办公楼和小姐楼 它的建筑风格大体是相似的 但是这两个建筑啊 给人的感觉就是 小姐楼更柔和一点 然后这个办公楼呢 就更英气一些 总经理办公楼 是段家楼的一个代表作 也是中西建筑艺术结合的真品 也是分为上下两层 依然是三面回廊环抱 护栏玲珑别致 中间是高大的拱形石门 显得非常的高大威严 进入大厅之后 我们先来到的就是接待大厅 在这里呢可以做一些登记 然后在这边这个位置呢 就是等待区 这个布局跟我们现在去到一些办公地点 这个布局也都差不多 我们眼前的这个木盒子 它其实是曾经的一个冰箱 它是西门子的冰箱 上面呢是冷冻 下面是冷藏 在这个桌椅下面 这块是一个地道的入口 之前早就听说过 矿区的地道呢是四通八达的 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走入地道 就已经在屋子里看见了地道的入口了 这个秀姬斑斑的铁盒子 它是一个保险柜 一共有四把锁 两把明锁 还有两把暗锁 据说啊 当时想打开这个 得由四个管家同时在场 才能把这个保险柜打开 曾经的接待窗口 有两个 能推开吗 翻工楼距离食堂特别特别的近 在当时办完工之后 或是会客完了之后 能一转身出来之后 就到食堂去吃饭了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三脚院 这个三脚院 我们从高空看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它的形状像是一个A 这是曾经煤矿的高级职工的住所 除了所有的地面建筑之外呢 在段家楼 还有一个地下长城 就是地道 这只是地道的其中一个入口 是一个比较小的口 从我们进来之后呢 就一直在向下走 这个地道应该是在地下8到12米的位置 还挺深的 刚一进来就发现了有一条岔路 从这条岔路过去 可以到达总办楼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办公楼 为了打造百年基业 段祺瑞家族不惜重金 聘请了德国的专家 来进行建筑设计 并且打造出了 长达5000多米的岸道 岸道把总办楼 公子楼 梅师院 凤山火车站 正丰矿场区办公大楼 等等的主要建筑相连通 到了日本人占领时期 对地道呢 又一次的进行了加固和扩展 在地道口总有日本人站岗 很少有国人能够进入 在1969年后 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 备战备荒 地道就成了防空洞 进行了又一次的连通加固 这三个时期的建设 让整个断家楼的地道群 也成了一个看点 如今景区向我们展示的地道 仅仅只有一公里左右的长度 地道虽然历经百年 但却保存的基本完好 分为上中下三层 纵横交错 四通八达 里面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机关 工房设施齐全 走进地道以后 就感觉进入了迷宫 在曾经啊 肯定也会使很多 进入地道的人 茫然不知所措 整个断家楼是非常有特点的 建筑呢 是中西合璧式的 还有四通八达 好像迷宫一样的地下长城 断家楼呢 可以说是见证了景形的发展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来这边看一看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